注意看,眼前的这个女人名叫沈希,沈希是被疼醒的,钻心般的疼让她身体都净乱了起来,身边有人在说话,爸,打死她,晚晚对她这么好,她怎么那么恶毒,奔将仇报的东西,老公,我早就说过,不是自己养大的孩子,脾气秉性都不清楚,不要把她接回来,你偏偏不听,沈希眼前阵阵发黑,视线有些模糊, 被剧情给惊艳了,当即送去了苏家,苏牧师看剧本看得入了神,晚饭都没吃,看完之后直接冲了出去,爸妈,我要拍这部剧,苏义刚刚回到家,正在跟李靖然和苏若婉看电视剧呢,慌慌张张的,什么样子,爸,你别凶三哥,苏若婉娇称了一句,笑着道,能让我家三哥哥这么重视的剧,肯定是好的,苏牧师,爸妈, 你们看看剧本,框架很大,男女主人设好,配角形象也很鲜明立体,剧情跌宕起伏,我有预感,肯定会火,苏若婉翻了一下剧本,眼睛都亮了,哥,这个不就是盛世宠臣吗,要改编电视剧了,我可喜欢这部小说了,当初把我哭得稀里哗啦的,李靖然听他们这么说, 稍微翻了下剧本,老公,你去打听一下这剧的投资人,导演,编剧,演员,苏义很快就打听到了,导演还没确定,投资不到500W,能找到什么好导演,小成本制作的网剧,扑腾不出什么大水花的,苏牧师不甘心,爸, 我有一种预感,肯定会火,要不然,咱们家投资点,我演男主,你把娱乐圈混出来的,吃的米比你吃的盐还多,我还看不出来,这剧能不能火,这种剧,想要扑腾出点水花,做梦吧,投资了也是打水漂,苏义冷笑一声,看都不屑于去看剧本演,而时,妈妈也觉得,这剧说是大制作,500W能制作什么,一个三线演员的片酬都不够, 到时候,浮华到一塌糊涂,你觉得,能火成什么呀,李竟然放下剧本,失效,人人都做梦,会大红大紫,可娱乐圈真正能爬上去的,有几个人,小作放粗制烂造的电视剧,还想火,做梦谁不会啊,还得看有没有那个命,我觉得爸妈说的对,苏若婉也跟着道,这种制作的烂剧,怎么配得上三哥哥你的身份呢,苏牧师还是觉得有点可惜,可是我觉得, 这剧会火,苏若婉捂住嘴巴娇笑,我的三哥哥,你哪次看到心仪的剧本,都觉得会火,还好咱们爸妈厉害,都给拦下来了,那些剧哪个不是扑得一塌糊涂,苏义不屑勾唇,老三,不要你觉得,你要看清楚事实,这种剧要是能火,你把这苏字,就倒过来写,剧本这么大的框架, 一般人驾驭不了的,不找娱乐圈的顶级团队,拍不出效果的,李竟然看着儿子,你呀,就安心准备一下,你陈叔叔的下部剧吧,苏牧师听完家人的分析,已经冷静了下来,没有了刚刚的冲动了, 以往他觉得会火的剧本,每次都是扑穿地心,爸妈摄影地影后,看剧本的眼光,还是很准的,他们说会扑的剧,肯定会扑,他又看了眼剧本,没有了刚刚的兴奋跟冲动,只剩厌恶,直接撕了丢垃圾桶里了,沈家别墅,温馨又温暖,沈希在客厅茶几上写作业,竖起耳朵,听到门口有车子的声音,拎着东西飞一般冲了出去,嘻嘻,外面黑, 慢点啊,云景平喊了一句,看到女儿跟只小豹子似的,已经跑出去了,他跟隔壁的叔叔关系好,每天都要打招呼,沈希爬到墙头上,看到车子已经停在了隔壁家门口,兴奋地藏了起来,昆仑推着黎原进家,下意识地就去看墙头,没看到墙头的小姑娘,还觉得有几分失落,自从搬过来之后,小姑娘每天早晚打招呼,风雨不间断,早餐有新的花样, 会挤送早餐,没新的花样,也会道个再见再去上学,下午放学了之后,也会第一时间过来打招呼,有新鲜事就跟BOSS讲学校发生新鲜事,没新鲜事就坐在墙头上被课文练英语口语,导致了BOSS每天早晚都会在墙角那边,等着他出现,不过今天处理事情有点晚了,都十点多了, 人家小姑娘还得上学,肯定不会过来了,黎原静止滚着轮椅朝着墙边过去,沈西听到轮椅声越来越近,突然站了起来,灯也亮了,清脆的声音灵动悦耳,哥哥,看小兔子,黎原顺着灯光的方向看过去,墙壁上赫然是一只兔子的影子,小姑娘在做手影给他看, 老鹰,肥老,大灰狼,嗷乌,山羊,咪咪,小狗,汪汪,小猪,呼噜,小猫,老牛,猫猫,小毛驴,嗯嗯嗯嗯,黎原听到这里,忍不住嘀嘀笑出声来,沈西以为自己是幻听了,动作都停住了,瞪大了眼睛看着他,哥哥,你是不是笑了,黎原 已经恢复了正常,对着他摇头,沈西,不对,你就是笑了,黎原看向昆仑,我笑了,昆仑忙摇头,笑了,你就是笑了,积极承认错误,沈小姐,是我笑的,笑就笑了,多好笑啊,人家小姑娘那驴叫,学得多像啊,沈西探究地看着他,突然又开始了,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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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黎原这次是真笑了, 男人笑起来的时候,像是炸满还寒时候,冰层里开出的绚烂花,带着让人窒息的经验,沈西逮了个正正,有些花痴地看着他,小小声的嘟呢,你就是笑了,黎原嘀嘀地恩了一声,承认了,哥哥,你笑起来多好看啊,你能不能答应我,以后多笑笑,沈西拖着下巴看,认真地看着他,你要是答应我,我可以每天给你做手影动物看, 黎原看了他一眼,答非所问,很晚了,回家休息吧,哥哥,我有喜事要告诉你,沈西笑眯眯地看着他,我的剧本导演看了,约我明天去谈谈呢,嗯嗯嗯嗯,黎原看着趴在墙头的小姑娘,眼神都多了几分暖意,哥哥,这个是我送你的礼物,不过你要答应我,你绝对不准看,沈西把自己的黑历史拿了出来,送人礼物,还不让人看, 不好看,你肯定不喜欢,我就是想让你看看,我没有吹牛,我写的小说,真的都出版了,好,那一言为定,你不准看,不然的话,我就不送你了,一言为定,沈西这才放心地把书在篮子里掉下去,哥哥,这书上有我签名的,可都是绝版,我以前从来没有卖过签名书,出版社社长找我,我都不签名的,等将来,我名气大了, 可以升值的,黎渊过去把书拿起来,小心地放在了腿上,仰头看着他,早点休闲,沈西看着男人滚着轮椅离开,不死心地问他,哥哥,你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,黎渊低沉性感的声音在空气中响起,祝你明天顺利,沈西对着他的背影比了个大大的心,声音甜美,谢谢哥哥,黎渊珍宝式地把书放在了书桌上最显眼的位置,一共有八本书, 都是中短篇的小说,装真很精致,漂亮少女心,小姑娘还拿粉色的彩带绑了个大大的蝴蝶结,昆仑,黎渊喊,昆仑推门而入,看着一片高级灰的书桌上,不和谐的一打紫书,粉色的蝴蝶结,亮瞎人眼,BOSS,这几本书,再给我找一套,黎渊吩咐,昆仑,是,BOSS不是答应了人家小姑娘,还一言为定不看吗, 找来是要看小姑娘写的书,这种校园小说,无非就是什么校花校草谈恋爱,虐恋情深啊,至死不渝啊,你爱我,我不爱你我爱她,她爱她的情感纠葛,BOSS确定要看这种小姑娘幻想出来的早恋小说,沈希刚刚下了墙头到家门口,就听到沈长青在跟人打电话,是在说欠款跟房地产的事,爸,听我的,腰楼,沈希语气十分坚决, 你信我,这个小区将来肯定能卖出去的,可是,咱们现在需要的是钱,沈长青有点犹豫,先咱们想办法,去银行贷款,这楼一定得要,不光这八栋,咱们要了,咱们把这个小区都买下来,那边是空城,烂尾楼,咱们买了干什么,沈长青让他回去休息,你明天还得去公司,赶紧回去休息, 大人的事情别掺和,卷钱跑路的大老板被抓到了,不过他没有钱,手里有楼盘,就商量着要给他八栋楼用来抵债,可那边是郊区,离市里十万八千里,建了八年了,前年的时候正式烂尾了,谁也不愿意接手,空城,爸,你信我,我算过,这小区风水好,将来肯定会大卖, 沈西扒拉着他胳膊,你就算不要这楼,他不是也没钱给你吗,现在房地产发展多好,城区会往郊区扩建的,沈长青,回去睡觉,沈西要哭了,你要是不要楼,我就去找我大哥借钱,我把烂尾楼都买了,你信不信,这小区叫金水家院,他听过,原本是空城,烂尾楼,政府临时出台政策,盖了古城旅游区,发展起来了不说, 一下子就由烂尾楼变成了抢手货,想买都买不到,沈长青,嘻嘻乖,爸爸会好好考虑一下你的意见,云景平洗澡出来,听到他们父女的谈话,催他,快点去洗澡睡觉了,明天还要比赛呢,沈西抽了抽鼻子,握住沈长青的手,老沈,你一定要好好考虑我的话,你投资眼光可是最准的,沈长青宠溺地笑出声来,知道了,好好休闲, 不准胡思乱想,家里的是交给爸爸,沈西走了之后,沈长青立马就回了屋,拿出京城的详细地图,仔细地分析,又搜了好些新闻,老婆,我觉得,咱们家西西说得很有道理, 沈长青看着老婆,反正一时半会的也拿不到钱,就要这楼了,那剩下的楼盘呢,买了,云景平问他,买了,沈长青拍板,咱们女儿可是福星高照,肯定会保佑他爹我发大财的,云景平乐了,真的是这样,沈长青,我看了一下那边的地理位置, 风水不错,他小时候啊,邻居是个给人看风水的瞎子,也跟着学过一点皮毛,还是能看懂一点啊,这些年做房地产生意,看地皮楼盘的时候,也帮过他不少忙,云景平撑了他一眼,那你还不快点去跟西西说一声,要不他晚上都该睡不着了, 女儿回来家了之后,变成小财迷了,织女莫若母,沈西洗了澡,脑子里还在琢磨着,怎么顺服他家老沈要楼盘买楼盘的事,沈长青敲门,西西,睡了吗?沈西疼得跳了起来,老沈,你决定了吗?沈长青看着一脸期待的女儿,决定了,爸爸听你的,要楼,不过买楼盘,得等到爸爸把债还了之后,沈西跳了起来, 老沈你太棒了,沈长青,好好睡觉吧,沈西很开心,爸,晚安,沈长青看着他关门,在门口顿了片刻,才转身回了屋,第二天是星期天,沈西起来的大早,好好的收拾了一番,出去的时候,袁玉给派来的车已经在等着他了,后车厢里,已经坐了一个人,二十岁左右的年纪,娃娃脸,还有点婴儿肥,长得很可爱, 这么早就到了,沈西上车,坐在他身边,神都好,于安恭敬地跟他打招呼,眼底带着崇拜跟尊重,昨天已经见过他一次,还是不敢相信能写出《盛世全宠》,这种大气磅礴的史诗及著作的天才作家,是个十七岁的漂亮女孩,长着一张让人惊艳的漂亮脸蛋,身上气质却极冷, 只看他的气势,根本就猜不出他的年纪来,剧本都看完了吗?沈西问他,看完了,于安在他身边坐着,感觉有几分压迫局促感,感觉怎么样? 剧本很完美,这世界上不存在什么完美的剧本,有什么话就说出来,我觉得感情线有点薄弱了,这也是你书里的毛病,男女主之间的感情,要在浓烈强烈,所有的矛盾集中在一起爆发,才能在最后给观众造成强烈的刺激,让他们念念不忘,耿耿于怀,于安擅长感情戏, 把自己的看法,一股脑的都说了出来,全谋上已经很完美了,他给不出专业的意见来,我感情线的确薄弱,感情线这部分,你负责润色吧,沈西点了点头,同意了他的意见,于安看了眼身边的冰山美人,认真的道,好,车子里安静了下来,于安是个工作狂,拿出笔记本,开始构思了,你说,我感情线薄弱,是不是因为我没谈过恋爱? 沈西突然开口,于安给吓了一跳,扭头看他,一本正经,未成年人不准早恋,沈西突然来了兴致,与编剧是什么时候开始恋爱的呢?于安,我没谈过恋爱,沈西看到他突然暗淡下来的眼神,也没有再继续问,扭头看向窗外的方向,于安有一种感觉,在他的面前,所有人的心思都会被他一眼看透,无所遁形,导演安灵, 已经准备好了包厢,到了饭店之后,守在大厅的助理导演,直接带着他们过去了,安灵的助理导演,看到俩漂亮的小姑娘,心里还有几分震惊,实在没想到,笑江山的编剧这么年轻,看剧本,是个有经验有才华的老手写出来的,娃娃脸女孩很可爱,手里拿着相关文件,气质温和,错开冷傲美女,有半步的距离, 对她的态度很恭敬,前面这个气质清冷,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生人物净的冷傲女孩,应该就是比,笑江山的编剧云七了,助理导演敲了门,推门而入,安导,人到了,沈夕瞧了眼包厢的人,一共五个人,对面那个瘦高,一身文人气质的中年男人,就是新生代导演安灵了,安灵眼底闪过明显的惊讶来, 没想到编剧云七,是个小姑娘,沈夕静直朝着安灵的方向过去,微微汗手,声音清冷却不失礼貌,安导好,我是云七,你好,安灵笑着招呼,云老师你们坐,她打量着面前的小姑娘,小小年纪,一身压人的气势,看得她都有几分压力,安灵这次约来的,除了沈夕,还有她找来的制片人跟投资商,互相地介绍了一下, 才开始了这次的面谈,云老师,这个剧本啊,我看了,挺不错,挺有想法的,你小小年纪,能写出这么优秀的剧本,后生可畏啊,只是有的地方,我觉得不妥,咱们要改改剧本,从咱们投资的角度来说,你这个剧本,没有市场,爆点不够,节奏不够快,不够刺激,感情不够狗血曲折,云老师,不是我说你,你还是太年轻了, 你们这些学生啊,都有这个通病,眼高手低,好高骛远,现在这个电视剧市场,有几个人愿意看你罗里巴索的全盟,观众要看的是狗血,要撒狗血知道吗,你要好好的,了解一下电视剧的市场,跟受众人群,现在都流行傻白甜,无脑,那些观众就喜欢这个,看狗血,磕CP,男女主的感情线, 一定要是重中之重,我们希望这个女儿的戏粉,再多三分之一,你就把女主跟男女的戏压缩一下,制作人,投资商们把自己当成了大爷,开始唾沫横飞,改剧本,改人设,加剧情,云安在一边微微垂着眸,听得心酸无力又愤怒,放在腿上的双手都握成了拳头, 就是因为这样,他才不愿意进入编剧圈,自己的剧本,自己都没有权力把握,看看他们一个个外行指高气扬,指点江山的,让改这个改那个,改他MB,他们懂个屁啊,他小心翼翼地看了眼坐在旁边,唇角含笑的小沈董,小沈董正在漫条丝里的包虾翅,双眸像是蒙上了一层薄薄的冰层,让人猜不透,看不出他在想什么,导演安玲在一边听着,也是一脸的苦涩, 有无奈,这年头,资方才是大业,金主爸爸得罪不起,云老师,我们说的这些,你觉得没问题的话,下周就把剧本改好,安道,我们希望尽快就开机,就下个月初吧,两个月的拍摄周期够够了吧,还有啊,这个演员,咱们找差不多的就行,片酬太高的不行,女儿就不用找了,我们这边已经有人选了,资方的人,平时大爷惯了,钱是他们, 他们出,就得什么都听他们的,导演,编剧算得求啊,告知他们一下最终决定,就已经是抬举他们了,你们说完了吗,沈夕动作优雅地拿起旁边的餐巾,擦拭着手指,唇角含笑,你们说完了,该我了吧,云老师有什么意见请说,张制片看着他,笑着道,这编剧太美了,年轻的女孩子,就是鲜嫩多汁,秀色可参,其他几人, 看向沈夕的时候,眼底也多了几分赤裸裸的炽热欲望,我是编剧,还是你们是编剧,沈夕问,当然是云老师,你是编剧了,我们都是外行,什么都不懂,陈老板要不是看他长得漂亮,不会给他脸的,那我说说我的看法,沈夕面上笑着,眼底却不带一分笑意,我是编剧,我要求掌握剧本的所有的主动权, 我的剧本,一个字都不准改动,投资商们听到他的话,不屑冷笑,乳秀未干的臭丫头,脑子有问题,认不清现实,口气不小,电视剧的拍摄周期,必须听我的,改变现在固有的拍摄时间,我要求边拍边播,这个也是为了咱们电视剧着想,可以最大限度的防止聚集外泄跟盗版, 投资商们脸都开始绿了,他还真把他自己摆牌面上了,轮得到他提要求,这句的所有的演员,必须由我亲自挑选,沈夕漫不经心地继续道,投资商们头顶冒烟,火气都要压不住了,还有啊,我不要编剧费,我要电视剧纯利润分成的50%,沈夕放下手里的餐巾,笑看着他们,你们觉得没问题的吧,那咱们就可以签约了,我想云老师还是没有认清楚, 你自己的身份地位,张志骗压根就没把他的话放在眼里,安岛,不如你教教他,该怎么跟我们说话,他就是个学生,还没出社会的妹子,想法太理想化,张志骗不要把他的话放在心上,安玲急出一脑门黑线来,哪里想到他出口就得罪人,忙着打圆场,云老师,你刚刚就是在开玩笑对吧,他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出生牛犊不怕虎的新人,在华夏, 编剧的地位就是最底层的,哪里有什么话语权,导演让改,改,资方让改,改,演员让改,改,安岛,沈夕收起面上的笑,整个人都散发着让人心机的冷漠嘲弄,你看我像是开玩笑的人吗,跟我们谈条件,陈老板拍案而起,指着他的鼻子,一个小编剧,也配跟我们谈条件, 老子给你脸了是吗,你以为这剧本,是你想不卖就不卖的吗,张之片当场发飙,直接威胁,云老师还是给我们个面子,老老实实地把版权卖了吧,既然诸位这么没有诚意,也没有必要继续谈下去了,沈夕眼神森冷嘲弄,我的版权就是烂在手里,也不会卖给你们,云七,你以后要是想在娱乐圈混, 就不要太嚣张了,张之片眼底神色暴虐,沈夕嘲弄地扫了他眼,对着余安道,咱们走,余安双眼都是小猩猩,担心害怕的同时,又忍不住要给他加小沈董鼓掌,太踏马帅了,哎爆了,他决定了,以后小沈董就是他偶像,想走,陈老板站起来朝着他走过去,先猪手伸了出去,沈夕动作很快,转身的瞬间,一脚对着他 踹了过去,诸位,买卖不成人意在,大家都是场面人,动手动脚的多不好,陈老板被一脚踹飞,轰的一声摔在了饭桌上,一声凄厉地惨叫,双眸赤红,小表杂,老子弄死你,安玲哪里能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,忙上前去和解,诸位,诸位听我说,这件事,张之片怒火难当,一巴掌对着他抽过去,滚, 安玲被打得眼冒惊心,晕头转向的,转了好几圈停下来之后,现场已经打起来乱成一团了,沈夕转眼间就把几个大男人给揍得趴在地上痛苦地哼记着,动弹不得,拉着于安出了包厢,臭表杂,你给老子等着,陈老板眼底神色阴毒,恨意翻涌,门口的保镖们这才冲了进来,也怪包厢隔音太好,没听到,追,追上那个小表杂,弄死他, 张之片对着保镖一声愤怒的大吼,保镖们刚刚到门口,就见迎面过来一个男人,又一步步被逼退了回来,男人一身黑色西装,长相周正,衣服跟头发都整理得一丝不苟,手里端着个餐盘,保镖们看着对面的男人,只觉得阵阵阴冷肃杀袭来,手脚发软,浑身上下片刻就被汗湿了,可怕, 这个男人,给人一种无比恐怖的感觉,他只站在那里,就足以让人觉得胆寒,诸位不好意思,打扰了,那位小姐,是我们boss的人,还请诸位卖我们boss一个面子,昆仑嘴角含笑,你是个什么东西, 张之片面目猙獰,此刻他只想抓到那个臭丫头,弄死他,我是昆仑,昆仑面上笑容未变, 你们老板是什么东西,告诉他别多管闲事,陈老板总算是忍着剧痛爬了起来,我们boss的身份不便透露,不过我们boss,向来讲究以理夫人,欣赏聪明识趣的人,昆仑一步步逼近,掀开盖着托盘的布,诸位卖个面子吧,托盘上,有照片,有白纸黑字的文件,陈老板跟张之片几人,看到托盘上的东西,瞬间面如死灰,双目赤红, 急了,你到底想要干什么,诸位别激动,昆仑继续笑,眼底神色已经染上了血腥肃杀,我们boss说了,如果刚刚那位小姐少了一根头发丝,你们就在监狱里过下半辈子吧, 安灵试图拉架的时候绊倒了,摔得半天没有缓过劲,听到男人的话,才放下心来,云七背后也是有人的,他就放心了, 这些王八蛋手段逮捕,维达目的不择手段,云七要是真的落在他们手里,不死也得脱层皮,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安倒,昆仑站在安灵面前,我们boss,有个投资要跟您谈谈,不知您可有异象,新号新号,车子里, 鱼安靠在车座上,心有余悸地捂住砰砰乱跳的心脏,大口大口地喘着气,打完就跑,真刺激, 沈董,鱼安缓过来之后才担忧地看着沈夕,那群王八蛋是不会放过咱们的, 没事,沈夕要是没点底气,也不敢二话不说就动手,拨通了袁玉的电话, 弹崩了,袁玉的声音,我动手了,沈夕话音刚落,眼睛墨地一亮, 勾唇笑道,哥,不用麻烦你处理了, 鱼安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,也看到了二楼落地窗一闪而过的人影, 认出来了,那不是安岛吗,沈夕点了点头,笑容都带上了几分暖, 咱们找到大套衫了,鱼安不明所以地看向他, 发现,他们家无论何时,眼底都带着三分凉薄的沈董, 竟然破天荒地多了几分暖意,他又扭头看了眼跟安岛一起的男人, 了然一笑,他知道了,肯定是沈董认识的人, 长得还挺帅,看起来也挺有气势,不知道是他什么人, 星号星号,一周后,笑江山剧组正式成立, 发了第一条微博,宣布了男女主跟相关配角, 笑江山的导演,是拍了数十部卫视热播剧, 收视率有绝对保障的安岭导演, 由善古装戏,投资方大手笔,投资了五亿, 据内部人员透露,剧组启用新演员, 投资的80%都用来还原浮华岛, 导演安岭亲自发播,称, 剧本由原著作者云七亲自操刀改编, 剧情绝对忠于原著, 笑江山是有很多原著粉的, 玻璃渣子里找糖吃的CP粉尤其多, 虐着虐着,就掉坑里出不去了, 原著粉看到消息的时候,都乐坏了, 良心剧组跟投资商不好找啊, 动用了全部力量,为爱发电, 把,笑江山,给刷上了热搜, 大广场也安排上了, 苏木石比吃瓜群众更先知道内幕消息, 急了,爸妈, 这是大制作的电视剧, 安岭导演, 苏毅也收到了消息, 不屑冷笑, 你急什么,就算是砸了钱, 到时候也是打水漂, 不知道安岭忽悠了哪个人傻钱多的傻子, 这种剧就是扑的料, 投钱了也是血本无归, 你爸说的对, 编剧也是个新人, 网络小说家转型编剧, 他以为当编剧这么容易吗, 李竞然也跟着嘲笑, 看着他语重心长的道, 你现在都是进了娱乐圈的人了, 心态要放稳, 不能动不动就冲动, 苏毅, 你放心吧, 他们弄这么大场面, 拍完也要等下半年了, 电视剧的审核风向, 可是瞬息万变的, 苏木石眼睛都跟着亮了, 爸, 你是说他们过不了神, 他就怕电视剧到时候火了, 他拒绝了剧本, 到时候会呕死的, 苏毅对着他使了个眼色, 这是上头的机密, 在外面不要乱说, 下半年献鼓, 献重生题材, 苏木石眼底神色, 英雾畅快, 爸, 你放心吧, 我绝对不会出去乱说的, 他不拍的电视剧, 就是他扔的垃圾, 别人休想拍, 拍了也休想火, 新号新号, 孝江山的男女主, 包括男二女二, 都是宇宙娱乐新签约的新人, 袁玉订好了包厢, 把即将要去拍, 孝江山的艺人都聚在了一起, 请他们吃顿饭, 顺便见见家里小沈董, 沈夕没事, 来得很早, 到了包厢的时候, 就他一个人, 不多话, 包厢的门被人推开, 进来了一个身材火辣, 长相极为名利的女人, 不爽地斜了眼沈夕, 你就是孝江山的女主, 沈夕瞥了她一眼, 但声道, 你是女二, 高梦, 公司新签约的女艺人, 因为拒绝钱规则, 混了十八线三年, 还是在外围打转, 记忆里, 她是到了年近三十, 抓住了一个机遇, 一泡红, 成名很晚了, 演技好, 可塑性很高, 这剧本, 她可以本色出演, 气质跟女二无缝连接, 表里表气的, 我是女二怎么了, 你小心一点, 我不会永远都是女二的, 高梦以为她在嘲笑自己, 视线落在她胸口位置, 小妹妹, 你也不怎么样吗, 听说编剧是咱们公司的, 眼光真是差到可以, 你是觉得, 编剧不该选你做女二, 沈西眼底神色冷淡, 应该把你踢出局, 你才开心对吗, 高梦吃笑一声, 敌意十足, 是编剧选的我, 又不是你, 你有意见, 就去跟编剧说啊, 对于任何一个, 可能会抢走, 她机会跟资源的人来说, 她都不会给对方好脸色的想, 先压了再说, 大家都是出来混的, 一个公司的, 就是怕对方抢资源, 就是互相看着不对眼, 伪装个屁啊, 沈西姿态闲适的喝了口茶, 眼底神色冷沉, 唇角微勾, 那我希望你不会后悔, 你还真当你自己了不起啊, 咱们俩都一样, 给人打工的, 装什么大尾巴郎, 高梦踩着三寸的恨天高到了她面前, 想要用身高压住她, 小妹妹, 你可别搞笑了, 我听说咱们公司的编剧可厉害了, 导演都要听她的, 你算老姐, 编剧会听你的, 老娘可不是被吓大的, 沈西没理会她的挑衅, 只是有几分嫌弃地捂住了鼻子, 换个牌子的香水吧, 这个不适合你, 高梦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装逼, 无视她的人, 气得一张美艳的脸蛋都扭曲了, 你, 包厢的门, 再次被人推开, 门口传来客气的寒暄声, 高梦立马恢复了正常, 顺势坐在了沈西旁边的位置上, 警告地斜了她一眼, 女医了不起啊, 门口的人, 也已经进来了, 一起从公司过来的, 都到了, 沈董, 来这么早啊, 刘欣是女一号的扮演者, 沈若宁的经纪人, 一脸堆笑地打招呼, 沈大编剧, 等极了吧, 难以合配的经纪人马换山, 站起来给她拉椅子, 请她入座, 剩下的人, 除了大老板原狱之外, 都十分客气地跟沈西打招呼, 高梦看着眼前的一幕, 傻了, 这小姑娘不是女一号, 长这么漂亮, 做什么, 害得她挑衅错了人, 完蛋了, 她这辈子是不是都晚了, 得罪了小老板, 编剧大人, 高梦的经纪人黄苗喊她, 介绍沈西, 梦梦啊, 来认识一下, 这位是咱们公司的沈董, 也是《笑江山》的编剧, 高梦吞咽了一下, 看向沈西, 沈西眼底神色凉薄, 扫了她一眼, 高梦吓得一个哆嗦, 妈呀, 这年纪不大, 怎么这么吓人呢, 所以说, 这能成大事者, 肯定不一般, 袁玉笑看着她, 小声问, 沈董, 怎么不开心, 谁惹你了, 沈西无所谓的笑笑, 正是树立微信的时候, 声音不大不小, 刚刚好在场的人都能听到, 碰到了个不长眼的东西, 说实在的, 不值得我之气, 高梦战战兢兢, 听她没把自己名字说出去, 才放下心来, 我早就听说, 咱们公司的小沈董, 编剧大人, 长得漂亮, 是个大美女, 气度非凡, 是个天才, 果真如此, 沈西, 不敢当, 我可不是被夸大的, 高梦陪笑, 我这不是夸你, 是您本人就如此优秀, 沈西勾纯冷笑, 不光是袁玉, 在场的人都是人精, 哪个没感觉到, 高梦跟小沈董之间的气场, 不太对劲啊, 在场的人, 有认识沈西的, 也有不认识沈西的, 大家互相地认识了一下, 沈西说了几句话, 袁玉就让人上菜了, 高梦一顿饭都在献殷勤, 夹菜包虾踢鱼刺, 左一个沈董, 又一个沈董的, 叫得别提多亲热了, 袁玉看了眼他经纪人黄苗, 怎么回事, 黄苗摇头, 不知道啊, 高梦这个人, 脾气直, 性子爆, 不会是惹了小沈董不开心吧, 可看他献殷勤, 小沈董也没拒绝, 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吧, 沈西中间去卫生间的时候, 高梦也借口跟了上去, 把他堵在了卫生间里, 沈西眉稍微调, 有事, 对不起, 高梦扑通一声给跪了, 眼底泪光翻涌, 沈董, 沈大编剧, 都是我不对, 我嘴欠, 我该死,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, 一定不要跟我一般见识, 沈西扣住了他的胳膊, 没让他跪下, 你以后是要成为大明星的人, 有野心是好的, 不过, 你也要有配得上野心的实力跟努力, 还没出道, 公共场合就控制不住自己,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, 这位可是他们公司未来的意见, 要往国际影坛发展的, 行走的人间富贵花, 野心有, 太锋芒毕露, 需要好好敲打敲打, 沈董教训的事,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, 高梦整个人都严肃了起来,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, 在这圈子里, 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无限放大, 还需要我提醒你吗, 沈西问他, 沈董你是原谅我了, 高梦听到这里, 绷着的一根弦终于松了一下, 感激涕零, 你放心, 以后, 我会好好管住我这张臭嘴, 不会乱说的, 我要是再乱说, 就让我永远活不了, 永远十八线小胡咖, 你可闭上嘴巴, 沈西腻了他一眼, 你永远十八线, 我们公司白签你了, 高梦芒长嘴, 看我这张臭嘴, 满天神佛在上, 我刚刚说的不做数的, 不做数, 小沈董没有怪他就好, 音音音, 好感动, 小沈董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, 他以后一定会加倍努力, 做牛做马, 给公司赚钱, 沈长青自从听女儿的话, 要了烂尾楼当做赔偿之后, 真的得了女儿的福钱, 福星高照, 做什么都顺顺当当的, 一周前, 银行一直卡着不给批的贷款, 给批下来了, 解决了资金链短缺的问题, 昨天谈下来两笔一直僵持着的大声音, 今天又以低价净拍下郊区的几块地皮, 人逢喜, 试精神爽, 晚上回家的时候, 经过小区门口, 特意给老婆女儿买了他们最喜欢吃的烤地瓜, 到了客厅门口, 就开始喊, 老婆, 嘻嘻, 沈希自从回家之后, 就喜欢窝在客厅沙发上写作业, 工作, 抬头眼睛都亮了, 妈, 快点出来, 爸买了烤地瓜, 沈长青坐在他对面, 把烤地瓜放在茶几上, 沈希顺手拿了一个, 烫得手一缩, 直摸耳朵, 老沈, 你最近很开心啊, 今天爸爸又拿下了郊区的两块地皮, 沈长青包着地瓜, 说起来就开心, 你就等着老爸赚大钱, 给你和你妈妈的包包珠宝化妆品吧, 老沈, 继续努力, 沈希看着他手里的地瓜, 凑过去就要啃, 沈长青敲了下他脑袋, 跟饿狼似的, 这是你妈妈的, 沈希还是抢了一口, 还是把你包得比较香, 云锦平无奈地笑道, 老沈你干什么, 给他吃, 沈长青护着, 原则坚定, 不行, 这是给你的, 我等会儿再给他包, 沈希告状, 妈, 你看他偏心眼, 沈长青, 让你妈先吃, 你有意见, 沈希抽了抽鼻子, 委屈, 沈长青拿着地瓜, 喂给老婆吃, 还瞥了他一眼, 有一剑憋着, 你们俩够了, 当着我一个单身狗秀恩爱, 沈希捂住眼睛, 控诉他们俩, 沈长青笑了, 等将来啊, 你也要找一个跟爸爸一样, 知道疼人的另一半知道吗, 他话音刚落, 就见宝贝女儿, 拿了俩地瓜, 飞适地跑了出去, 云锦平笑, 邻居回来了, 嘻嘻这丫头, 跟人家成为好朋友了, 沈长青笑得宠溺的, 把地瓜送到他嘴边, 啊, 云锦平都不好意思了, 老夫老妻的, 别光顾着给我吃, 你也吃, 沈长青笑, 你忘了我减肥呢, 我要是吃一口, 等会儿那丫头回来了, 又要给我计算卡路里了, 沈希已经爬到了墙头上, 月色很好, 银白色的月灰, 倾洒下, 哥哥, 哥哥, 沈希兴奋地对着他摇手, 生怕他看不到自己, 还把手机手电筒打开, 放在墙头上照着亮, 黎渊进来的第一瞬间, 就看到了站在墙头的小姑娘, 他今儿穿了一件白色的羽绒服, 戴着红色的围巾, 小脸在光线的照射下, 红扑扑的可爱, 这么晚了, 还不回去睡觉, 黎渊滚着轮椅到了墙边, 仰头看着他, 拿了什么, 沈希神神秘秘地把包好的红薯, 给放篮子里掉下去给他, 笑得狡黠, 你猜, 黎渊闻了一下味道, 不知道, 烤地瓜, 我家老沈刚刚拿回来的热壶的, 哥哥, 你真的太有口福了, 沈希笑眯眯地包着自己剩下的一个, 黎渊尝了一口, 甜度的美味, 蔓延口腔, 就像是小姑娘说话的声音, 甜到了人的心里, 小姑娘最喜欢一边吃一边说话, 嘴里塞得满满的, 像是小仓鼠似的, 胶嫩的面颊, 一鼓一鼓的, 黎渊静静地听着他说话, 他喜欢听他说话, 怎么听都听不够, 沈希跟他说电视剧开拍的事情, 唉声叹气地发愁, 担心的可多了, 电视剧拍出来没人买怎么办, 卖出去了, 播放了点击收视率不好怎么办, 让投资商赔个血本乌龟怎么办, 黎渊, 不会, 沈希嚼着地瓜, 口齿不清, 真的吗, 黎渊点头, 真的, 哥哥你说的肯定是对的, 沈希灿然一笑, 拿着地瓜对着他做出碰一下的手势, 加油, 黎渊拿着地瓜的动作顿了一下, 对上小姑娘闪闪发光的期待双眸, 学着他的动作, 加油, 沈希要说的事情可多了, 说公司新签约的一人, 编辑, 导演, 说他想把余渊希给签了, 哥哥, 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被全校冷包力的那个学生, 我觉得他很有潜力, 天生就是吃娱乐圈这碗饭的, 沈希还翻出照片来给他看, 学校论坛上找的, 余渊希的颜值, 在整个寺中, 绝对利亚苏穆时跟裴旭, 第一没跑, 匿名板块发他照片舔颜的人不少, 黎渊滴滴地应了一声, 只扫了一眼, 双眸鸡不可见地按了一下, 哥哥, 我过来是要告诉你, 我明天有舞蹈比赛, 要早起去准备, 凌晨五点要进行最后一次彩排, 沈希拍了拍手, 他在墙头继续道, 早上不能跟你打招呼了, 好, 黎渊点了点头, 早点休闲, 哥哥, 你还有话没对我说呢, 沈希赖着不走, 眼巴巴地瞅着他, 黎渊, 比赛顺利, 沈希摇头, 不对, 不是这局, 黎渊唇脚多了几分暖意, 摘得贵惯, 沈希终于满意地笑了, 哥哥你早点睡, 晚安, 黎渊看着小姑娘下了墙头, 听到他哒哒哒的脚步声越来越远, 听到他喊爸爸妈妈, 在原地定了很久, 才转身离开, 第二天, 天还黑着, 下起了毛毛细雨, 阁楼上, 轮椅上的男人整个人掩在黑暗之中, 深邃如寒潭般的眸, 盯着隔壁的院子, 没多大话, 就看到隔壁亮起了灯, 很快就听到了小姑娘的声音, 每次出门, 都风风火火的, 像是永远都有使不完的劲, 跟个小太阳似的, 永远都散发着光芒热亮, 小姑娘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的, 长到脚踝的大大羽绒服, 穿着雪地靴, 跟个小球似的, 圆滚滚的, 小姑娘跟其他的女孩不一样, 不会为了漂亮, 就穿得很少, 每天都穿得暖暖的, 倒是不用他担心, 他跑出来两步又站住, 脆声声地喊, 老沈, 你快点了, 你动作太慢了, 来了来了, 你慢点, 外头下雨了, 别滑倒了, 男人胖胖的身影跟着跑了出来, 等等等等, 围巾, 围巾还没围呢, 女人拿着一条围巾追了过来, 温生叮嘱着她, 认真仔细地把围巾给她围上, 一家人, 很快就说说笑笑地到了门口, 她看着小姑娘在车旁边顿了片刻, 看了眼她家别墅, 还挥了挥手, 眼底寒意散去, 只剩温暖, 薄唇清起, 早安, 昆仑拿着一件长外套, 走过去给男人披上, Boss, 您回去再睡一会儿吧, 黎渊声音有几分哑, 让薄元跟着她, 昆仑推着轮椅, 是, 黎渊又叮嘱了一句, 机灵点, 别让她发现了, 小姑娘聪明地厉害, 上次电视剧投资的事情, 她已经猜到了, 沈溪从小学习舞蹈, 获得大大小小奖项无数, 区域性的, 省市的, 全国性的, 亚洲区的都有, 前年的时候, 拿了她人生之中, 含金量最大的奖项, 亚洲舞蹈比赛青少年组的金奖, 那一次金奖, 让她直接评选为, 省一级舞蹈演员, 国家级演员预备役, 不过, 自从回了苏家之后, 她每天做事都谨小慎微, 生怕惹得家人不高兴, 什么要求都不敢提, 这一年多以来, 连一次常规比赛都没有参加过, 苏毅跟李靖然以她成绩差, 让她好好学习为借口, 阻止她参加比赛, 这次的比赛, 作为专业级别舞蹈演员, 毫无疑问的她, 直接通过了初赛, 进入了决赛, 全国舞蹈大赛, 是在华夏电视台播出的, 为了节省时间, 只设置了专业组, 专业的舞蹈演员, 才能有资格参加比赛, 比赛很简单, 只有初赛, 决赛和颁奖晚会, 希希, 这个, 这个忘拿了, 你这孩子粗心大意的, 云景平追过去, 把暖宝宝塞到她书包的侧面, 叮嘱, 等会儿换了舞蹈服之后, 贴在肚子上, 等上台前再拿下来, 女儿从小就有公寒的毛病, 只要收一点粮, 来世的时候, 就疼得死去活来的, 妈, 我知道了, 我又不是小孩子, 沈希笑着扣住她的胳膊, 你跟老沈就回家里等我好消息吧, 真的不用妈妈陪你一起, 云景平还有点失落, 女儿以往的时候, 每次比赛都要她跟着的, 安排她的衣食住行, 她实在是放心不下, 不用, 又不是在外地比赛, 你要跟着的话, 我会紧张的, 你以前的时候, 不是说妈妈不跟着你, 你紧张吗, 我们同班同学, 都过来丢我加油了, 要是你跟老沈都跟着, 他们会笑话我妈宝的, 妈宝怎么了, 你不是妈妈的宝宝吗, 老沈, 这么冷的天, 快把你媳妇带车里去, 沈希对着沈长青喊了一句, 老婆, 走了, 沈长青半搂着云景平, 看着沈希, 不要, 不要紧张, 比赛第二, 有意第一, 我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, 沈希打断她的话, 嫌弃地挥手, 老沈你越来越啰嗦了, 你们快点上车吧, 我要进去了, 沈长青跟云景平也没上车, 站在原地看着女儿进了电视台的大楼, 身影消失了之后才上了车, 咱们现在去哪里, 沈长青问老婆, 比赛中午之前就结束了, 来来回回地折腾, 咱们就在车里等希希吧, 云景平看着窗外, 眼底满满地紧张, 我也这么想的, 沈长青说完, 笑着安慰她, 希希不让你跟着是好的, 她哪次比赛你都比她还紧张, 你不紧张, 就我一个人紧张是吗, 云景平称怒地瞪了她一眼, 紧张, 我怎么不紧张, 沈长青握住她的手放在自己胸口, 给她取暖, 咱们加希希, 都是得过国际比赛金奖的, 这比赛, 就是小场面, 咱们就等着她拿冠军回来就好, 云景平, 你知道什么, 这比赛可是国内最专业的比赛, 都是省级国家级的舞蹈演员, 她是年纪最小的一个, 那不更能说明咱们女儿厉害, 天生就是跳舞的料, 沈长青黑黑冲着她乐, 一脸的傲娇, 云还在嘻嘻沥沥地吓着, 比来的时候更大了, 沈希进了电视台的大门, 就被守在大厅里的工作人员, 给带去了演播厅后台, 后台的工作人员, 舞蹈演员们都在为最后的彩排做准备, 很忙碌, 也很乱, 进入决赛的一共有36组舞蹈, 有个人舞蹈, 有集体舞蹈, 分为古典舞, 民族舞, 当代舞, 国际标准舞五个舞种, 节目组有专门的化妆师, 服装造型团队, 不过除了几个国家级舞蹈演员, 剩下的人都挤在一个大化妆间里, 沈希到了化妆间, 找后台负责人报到了之后, 就被晾在化妆间了, 冷眼看着负责人给在他后面过来的演员, 安排化妆师, 造型师, 就是没他的份, 这凡事啊, 都要讲究个先来后到, 不讲究了, 就肯定是出幺蛾子了, 他收到消息, 苏慕燕是决赛时候的特邀评委, 因为断了腿, 而退赛的苏若婉是特邀嘉宾, 会在决赛结束的时候压皱现场, 苏慕燕跟苏若婉来了, 苏家其他人也会过来, 他参赛的是, 苏家只要想知道, 就肯定会知道, 他被晾在这里的情况, 也就可以理解了, 所以, 他也没有让爸妈陪着他一起, 免得妈妈为难伤心, 老沈那暴脾气, 跟人吵架, 小西西, 宋文也带着几个国际班的姐妹跑了进来, 看他还什么都没弄, 你怎么还不做造型, 不换衣服啊, 彩排马上就要开始了, 沈希, 你怎么过来后台的, 山人自有妙计, 你别管了, 宋文也横得很, 你们是什么情况, 我们这舞蹈演员的造型, 谁负责的, 这边后台, 也没有人认识, 他是老几, 没一个搭理他的, 其中, 还有好几个化妆师造型师闲着, 在玩手机说话, 上头早早就有人吩咐了, 不许管沈希, 他们也懒得管, 聊天玩游戏, 他不香吗, 主管后台的助理, 扫了眼沈希, 长得挺漂亮一姑娘, 清冷美人, 不过可惜了, 也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, 让这边拖着他妆发造型, 随便给他弄弄就行, 感谢观看,